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会探讨一个很有革命性力量的概念超越领导力Transcendent Leadership 各位观众朋友,多谢你们今天参与我们的讨论 我们会深入探讨一下为什么超越领导力可以重新塑造我们的工作环境 还会引用Fred Kaufman的精彩著作《二二革命》 超越领导力的力量The Meaning Revolution, The Power of Transcendent Leadership 现在这个节奏这么快的商业世界 大家经常会优先考虑指标和生产力 但是Kofman提醒我们 真正的领导力是超越了纯粹的管理 我们的角色是要引导个人向着一个有意义的目标 这个目标可以激发和吸引人家 超越领导力的核心在于目的的概念 当员工感觉到他们的工作对一个更大的使命有帮助 深刻的意义感所驱动 这种心态不单止可以提高工作满意度 还可以激发创新和推动可持续的成功 真诚的领导力建立在强大的价值观上 真诚的领袖是真实和透明的 他们的行为和言辞一致 从而建立了信任和忠诚 他们会将日常工作和更大的使命连续起来 培养共同的目的感 变革性的沟通都很紧要 领袖必须超越交易性的对话 进行能够理解其团队情感 和专业需要的同理心对话 这种层次的沟通可以建立耕心的关系 并创建一个每个人都感受到被聆听的工作环境 高校团队的基础是合作和富权 领袖应该培养每个团队成员都感觉被重视的环境 通过鼓励意见和富权个人 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工作场所 推动集体成功 平衡权力和正直 有效的领袖会优先考虑团队和组织的福祉 而不是自身利益 正直可以建立信任 使团队能够取得非凡的成果 真正的力量在于我们对有原则和道德决策的承诺 由目的和道德工作驱动的内在动力至关重要 虽然物质激励可能会短暂提升职效 但是持久的投入是来自内心 当员工在工作中走到意义 他们自然会全力以赴 总之 超越领导力让我们创造的 不只是富有生产力的工作场所 还是心具成就感的地方 让我们激励我们的团队 以艰辛层次的方式和工作联系起来 在各式中走到尊严 并达到超越传统成功的成果 我们一起承诺这个旅程 用真诚、同理心、正直和心灵来领导 我们会共同革命我们的工作场所 并留下一个有意义和影响力的遗产 谢谢你们收看 记住帮手点赞、留言和订阅 不要错过更多有关领导力和工作场所转型的见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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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